这个小寡妇太惨了 被几个男人按在地上鞭打 寡妇承受不住折磨 很快便晕过去了 但是男人们并没有放过她 还把她绑在房梁上 让她全身不能动弹 接着一棒一棒地抽打妹子 妹子被打得叫死呐喊 但男人没有同情她 反而鞭打得更狠了 很快女人被打得皮开肉绽 没坚持几秒就晕过去了 但男人貌似还不肯放过她 直接给她泼了一盆凉水 妹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遭到如此惩罚 妹子叫阿良 是村里的小寡妇 丈夫死后 丈夫弟弟经常来照顾她 阿良也非常感激小叔子 这天小叔子突然病倒 阿良在熟人老王的介绍下 便找来了一个郎中 在郎中的治疗下 小叔子病情有所好转 郎中离开后 阿良很感激老王 不料老王却趁机提出 让阿良陪她喝酒 小叔子健壮 立刻爬起来下注颗令 老王听见很生气 立刻要求阿良 必须这个月之内还钱 否则就把她卖了 老王离开后 小叔子承诺 一定会找到钱偿还的 看见小叔子有些激动 阿良表示 不会跟老王去喝酒的 让小叔子安心养病 安慰好小叔子后 阿良就犯难了 因为小叔子的医药费 靠自己打工是赚不来的 而且小叔子 还需要后续的钱来买药 夜晚的时候 阿良找到老王 可能阿良太过单纯 以为只是喝一顿酒罢了 殊不知老王另有企图 当天晚上 老王找到一个金主 那一晚阿良就惨了 十分钟后 阿良一善不整地走出来 很明显她受到了欺负 刚刚回到家后 小叔子就发现了 她去陪酒了 小寡妇被男人欺负 回到家后 不敢和小叔子说 但小叔子一眼就看出 嫂子刚刚经历了什么 阿良见被小叔子看穿 眼泪也不断地往外流 哭声也传遍了整个房间 小叔子看到后 非常的不甘心 即使自己身染重病 她也要为嫂嫂报仇 阿良不忍小叔子去送死 连忙拉住小叔子 就在电光火时间 小叔子无意伤到了嫂嫂 看着阿良手指被戳破 小叔子二话不说 直接将嫂嫂手指塞进嘴里 口水消毒 没想到下一秒 直接将嫂嫂紧紧抱住 看着貌美的嫂嫂 小叔子瞬间失去了理智 隔天起来 阿良精神状态非常好 因为昨晚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被她喜欢的人表白 自从那一晚之后 她与小叔子的感情 发生了微妙变化 每次和小叔子说话 阿良的脸都是通红通红的 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但是他们亲密的一幕 正好被邻居看见 邻居拿到了他们的把柄后 没想到胖子直接冲进来 阿良是村里出了名的漂亮 哪个男人见了都会心动 胖子色心大起 直接扑向阿良 小叔子本想阻止 但却有心无力 眼睁睁看着嫂嫂被欺负 隔天一大早 小叔子就自杀了 他自知无言见爹娘 以及刚刚离世的哥哥 他非常懊悔 与嫂嫂发生了关系 而且还被别人拿到了把柄 他唯有一死方能赎罪 但随着他的死去 阿良悲惨的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小叔子刚刚死去 阿良就成为过街老鼠 阿良成为风口浪尖 因为他与小叔子发生的事 在当时可是重罪 是要被青猪龙的 很快阿良就被官府抓住 但是阿良死活不承认 是小叔子玷污了他 也不能承认叔嫂的事 更不能让小叔子浓羞 即使被打得皮开肉绽 他都不承认与小叔子的关系 直到他被沉浆后 这件事才得到结束 一个和尚与尼姑在小树林约会 不料他们的行为 却被尼姑安安主看见 奇怪的是安主并没有及时阻止 而是等和尚出来后 才将所看到的是告诉和尚 和尚非常的害怕 请求安主牢过他们 没想到安主直接答应下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和尚以后不能再犯 而且还要和尚证明定力 很快安主就带和尚来到一处瀑布 并要求他脱掉衣服让瀑布冲击 如果他能坚持下去 那就相信和尚以后不会再犯 和尚冲击十分钟后 没想到安主放出大招 直接在和尚面前脱下外套 说是要证明和尚到底能不能戒色 但和尚屹力太差 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而安主并没有怪罪他 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男人 还想与和尚还俗 没想到和尚直接拒绝 这下子安主怒了 回去后 他找到私会的小尼姑 并对他私用极刑 残忍程度咱们暂且跳过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惨 兴致比满清十大酷刑还恶劣 最终小尼姑没撑过半天 直接就被弄死了 和尚听情人死了 直接到尼姑安质问 但安主心狠手辣 不仅玩死了尼姑 而且连和尚也不放过 直接让手下抓住和尚 接着把他送到自己房间 安主让其他人离开后 再次让和尚和他还俗 但和尚的心 已经随着小尼姑的离去而死了 面对安主的逼迫 和尚直接吐了他一脸口水 安主彻底怒了 随后拿出一把砍刀 直接砍断和尚脖子 并发疯似的喃喃道 你终于属于我了 没过一会 官府就派兵赶了过来 所有参与惨案的尼姑 也通通被执行了死刑 故事也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